是他惨遭同学设计陷害 失身给同学亲哥哥 大肚子的他只得含恨下家 却被霸占房子和工作 还在一次家暴中被打掉七个月大的孩子 后又得知父母去世哥哥瘫痪 绝望的他投河后却重生到末日 起料遭丧失为公民民无辜 如今他再次重生回背强行上身无可遣 心中唯有滔天恨意 三世为人的他发誓要报仇 让坏人受到应有惩罚 向东你等会进去玩清点 别给人家玩坏了 还指着他给你生孩子呢 妈 我知道的 嘿嘿嘿 说着 陶向东就着急忙慌地 推门进屋子里办事去 此时江叔躺在陶家的床上 猛地睁开了眼 这渐渐的笑声 还有房间内的陈设 我又重生回来了 那个噩梦开始的房间 但这次绝不会让悲剧发生 缠江叔好几年身子 终于能知道了 全靠我的好妹妹在他水里下流 没错 是那个噩梦 可我从末日归来 还能被你欺负了 体内的囤物资空间还在 很好 等下生米煮成熟饭 你就是我的人了 看不上我又能如何 可惜你就是万乐之源 这一天我懂了三世 房狼殿棒 江叔爆发心底的屈辱与不甘 将陶向东殿翻在地 他眼中流露出的唯有快感 屋内动静却惊动到陶向东父母和妹妹 三人挤进去查看情况 向东你咋样 怎么好好地晕呢 你个小贱蹄子 都是你搞的鬼对不对 下手可真狠 我狠 你们全圆了人 反倒说我狠 让你们尝尝我的神器 小叔 我们可是同学 我还请你吃过饭 你别用那根又粗又黑的东西戳我 你的嘴脸令人做我 知道我这些年怎么熬过来的吗 江叔看向地上整齐的一家四口 心中仇恨未曾消散 他要把受过的苦与恶还回去 江叔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个药丸 这是末世研发出来的药 吃了一辈子不举 陶向东下面直接干肺了之后 江叔又瞄准了陶向红 他一直将陶向红当作自己的朋友 可是这个女人却这样的祸害他 江叔又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粒末世研制的药丸 吃了之后浑身发胖 脸上暴斗 再就是陶父陶母 想到他们对他做的一切 江叔便拿出来了一个老虎钱 将陶父和陶母的大门牙直接给拔了 江叔做完这些后 还是觉得不解气 想起此时处在特殊年代 便从空间里拿出大量英语书 塞到陶家衣柜里 还伪造英文通敌书信让陶家人按手印 造成陶家是特务的假象 随后他离开陶家 在路上找热心小朋友去报案 而陶家人醒来后懵圈了 他 他们怎么来了 流氓罪很大的 阵定点我们又没做什么 再说打人的是江叔 两位同志说不定是进来淘水喝的 队长 搜到了 屋里藏有大量英文书籍 还有一封信我看不懂 你们家通敌叛国 狗汉奸 将这些特务带走 同志 误会啊 我都不懂英文 同志 肯定搞错了 肯定是那个小剑蹄子伤害我们 可证据确凿没人听他们解释 之后警察同志走访周围住户询问 居没人看到江叔 陶家四口便被带走了 而江叔看到这一怒心中暗爽 接着回到居住的小院挖着父母留下的东西 一共挖出四个箱子 一箱小金鱼一箱珠宝两箱古董 我父母被批斗下放农村前 就已经把东西藏好 可惜上一世便宜了陶家的人渣 而我重生回来绝不能让父母出意外 得下乡找他们去 剩 收起四个箱子 江叔从空间里拿出灵泉水喝下几口 绝土的疲劳感全消 可是他想下乡得找人帮忙 便骑车去网单位 小叔 都快下班了你才来 是身体不舒服吗 班道打了几只疯狗 刘姐 记得你家有亲戚在置亲办工作 是啊 怎么突然留这个 我想下乡 这是得拜托你亲戚 刘姐能帮我搭个线吗 你疯了吧 好好的下乡干嘛 很多只亲戚破头想回来 我想好了 刘姐帮忙搭个线呗 父母还在乡下受苦 不出意外很快会病逝 我要去帮他们 七十年代没那么多门道 在刘姐引荐下 江叔仅用一包核桃酥就把事办妥了 之后她回到小院 从空间拿出螺丝粉吃了起来 反正要下乡了 不如把工作也卖掉 还赚上一笔 小叔 沈来给你送粽子 咦 你身上怎么臭烘烘的 我刚上完厕所 多谢胡沈的粽子 对了我过两天就下乡 准备把工作名额转出去 您要觉得合适 我把名额转给小娟姐 转给我家小娟 可你好好的干嘛下乡 乡下的日子很苦的 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 我去乡下投奔亲戚 省 工作名额的事就这么定了 小苏 你的工作不错 省给你一千吧 我只要六百 再讲价我跟您急 上仪是溺亡 是胡沈替我收的事 这份恩情得还 隔天将书把工作转给小军 手里多出六百块 由于他要下乡的地方在东北 便去百货大楼办棉袄被褥 接着又去找岛爷买全国票证 一次买六百块的全国票证 你这是要出远门吗 世界那么大 我想出去看看 钱货两清 再见 出手好阔绰 跟过去看一下他是何方神圣 要是遇见肥羊 我不介意干票大的 姐可是去过末日的女人 你也配跟踪我 看我来个反跟踪 江叔路过转角甩开岛爷 反而跟踪道爷回到家中 接着从空间中取出末日沉睡烟 由窗口把烟扇进去 方才走进岛爷屋内 夜黑风刚好败事 你对我图谋不轨 就怨不得我了 让你见识下什么叫末日女土匪 江叔在屋内薅羊毛 找到现金票正三万多 还用金属探测器找到地下十多箱珠宝古董 全被他吸入储物空间 最后试了服役曲 导爷醒后认为是对头干的 郑愁被跟对方拼杀 而罪魁祸首江叔已到了警察局 同志 问一下 陶向红一家怎么样了 小姑娘家家打听做什么 难道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陶向红还差我两块钱 想跟他要一下 等下辈子再要吧 陶家犯敌特罪全家被判死刑 打下我的两颗药 不过这样也好 前一世的苦难与我再无瓜葛 今时要照顾好父母 愿他们长命百岁 江叔听到陶家人下场后放下了 接着他又准备好一些干肉食 便坐上了下乡的绿皮火车 你好 我想坐靠窗的位置 咱们换一下吧 不换 你这人真小气 不就让一下位置吗 为啥不能给我让 我们很熟嘛 我认识你嘛 麻烦你搞清楚 在外面没人惯着你 谁愿意将靠窗的座位让给我 我给他一块钱 同志 我的位置让给你坐 哼 看到没 你不让 有的是人让 跟我闲扮什么呢 我空间里有末日带过来价值数益的物资 搞得好像谁缺他一块钱似的 众知青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接着相互聊天熟络 到饭点则各自取出食物吃 而沈娇娇没带口粮 花高价买了一份红烧肉盒饭 吸引众知青羡慕的目光 那些粗粮啥的 人家可淹不下去 某些人不会是要在这吧 江叔打开饭盒 刘姐做的饺子 还是一如既往的香 白面饺子 猪肉馅 他家也挺富裕 这盒饺子够吃两顿了 不好吃 火车上的东西就是不行 根本吃不下去 沈知青 你不吃能给我吃吗 省得浪费了 你愿意吃就吃呗 吃完记得把饭喝刷了 江叔看在眼里没说什么 这个年代吃不饱的人不少 更别说吃红烧肉了 而这是南知青 齐文君上前搭讪 江知青 你好 吃颗水果糖吧 亲 看到我吃饺子 才过来主动搭讪 谢了 不用 沈知青 吃颗水果糖 好啊 谢谢齐知青 齐文君搭上沈娇娇 两人聊得熟络 江叔却从齐文君身上看到小白脸的影子 可影响不到他利益也懒得管 在一天两夜颠簸后 他们终于抵达木地地车站 我去 张梦 齐文君沈娇娇 竟和我在一个生产队 往后乐子大了 红星生产队的知青 来这边集合 看起来细皮嫩肉的 还有三个娇滴滴的女娃 这是送来了几个活祖宗 你咋这样的态度 我们是来支持农村建设的 蠢女人 脑子里装的怕不是豆腐渣 刚来就得罪村里人 本大队长还不喜欢接受你们 不乐意支援农村的自己买票回去 考虑好得上牛车跟我走 几个知青不敢多言 沈娇娇只得上牛车 反观江叔要聪明得多 深知人脉重要性的他跟宋宝田闲聊 其料沈娇娇故意唱反调 江知青 你睁眼说瞎话 这里又求又酸哪里好 我看你就该生在农村 和乡下泥腿子一样吃苦受嘞 说瞎话的人是你 没农村农民咱们城里人吃啥喝啥 你瞧不起乡下人 以后别吃农民重的瓜果蔬菜 沈知青的话太过分了 不过这类人家里条件都不一般 老汉我还得罪不起 宋宝田无奈地赶着牛车 将知青们带到粮仓处 指着几个袋子介绍 每人十斤包米面 五斤玉米面 二十斤红薯 粮食大队预支给你们的 往后从公分里扣 大队长咋都是粗粮 这是人能吃的吗 我们生产队的人都这么吃 难道我们不是人 凶人家干嘛 我又不是那个意思 可我真淹不下粗粮 花钱买细粮成嘛 要二十斤大米十斤白面 车把粮放上牛车 待会带你们去住处 很快 一行人便来到了几间土房前 还剩两间正房 一间仓库 两个男之轻住 一间正房 剩下的看三个女之轻怎么分 仓库黑布隆东的好怕怕 还是跟人住一间吧 张梦看起来比较好使货 张知青 咱俩住正屋好不好 家里不可能帮不我 而我一个女孩怕干不过公分吃 省交交钱多无脑 帮上她是不错的选择 那好 正屋有两张床 刚好够我们住 小江知青 仓库环境不好 要不你问下其他知青 去他们屋子里挤一下 没事 我独居习惯了 以后小仓库我一个人住 当然可以 我不会再安排人进去 另外放你们一天假去采购天制 记得后天上宫 宋宝田简单安排道 接着几个知青各自进房间打扫 齐文君却摸进江叔的小仓库 江知青 要不我帮你打扫一下 我不需要帮忙 谁让你进我屋子的 赶紧给我出去 我只是想帮你 女知青打扫脏屋子太累 听不懂人话吗 再不滚别怪我不客气 你这话说过了 我只是好心帮你 男知青闯入我屋子叫好心 孤男寡女的传出去 我百口难莫辩 滚 江叔把齐文君推到屋外 引得同来知青议论 齐文君也不觉得尴尬 转而去帮沈娇娇 他感叹齐文君为人真好 而江叔这边正想着如何布置房间 得买点报纸来贴墙上 防止土灰掉落 还得在村里买点桌椅 草息啥的 江叔打定主意到村里转悠 用一把水果糖找到个叫狗娃的小跟班 顺带到对方家里拿糖换草席 而找木匠打衣柜和桌椅花了五块七 等他回去已是下午 上宫的老知青刚好回院子 大家好 我是知青队长马建国 最早到村里的知青 在这边待了八年 咱们知青要团结互助 马知青 我饿了 现在去哪里吃饭 知青吃饭要自己做 你也可以跟人搭伙 那边的锅造供我们轮流使用 好麻烦 不会一人去买一口吗 沈知青说笑了 买锅需要工业券 整个知青点只有两位同志买到一口锅共用 不就工业券吗 张梦 我们明天去买口锅分处来吃 但你要负责做饭 到时我多出些粮食 好 听沈知青的 沈娇娇高调的做法令人不满 而江叔也有买锅单吃的想法 却没当众说出 接着马建国分配知青点工作 可沈娇娇连浇菜水都不愿意做 答应每月补贴知青点两块钱 引得部分知青心中不满 但他们只能向现实低头 吃饭了 这顿算我们欢迎新知青 野菜配玉米萌萌 乡下的条件确实艰苦 我爸妈被打成坏分子 说是住在牛旁 那又是过得什么日子 可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找 否则帮不到父母 还会让自己栽进去 咱们就吃这个 没有肉吗 吃肉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 沈知青 你尽快适应吧 玉米萌萌还是特意为你们争的 平时我们都喝西玉米粥 你要瞧不上留给我们吃 都没 少说两句 适应需要时间 江叔也觉得割嗓子眼 但他一经历过末世的人 只要是食物都能咽下 吃完各自回去休息 隔天早上他们心知青去村头坐牛车前往县城 到县城后 沈娇娇带上张梦直奔国营饭店 江叔则到废品站买报纸和书籍 大爷 这些东西一共多少钱 报纸一分钱一经 书本两分钱一经 总得给一块钱吧 笔薪书划算多了 给 我下次需要再来买 好重的 你个女娃令得动吗 没事 我力气大 该去供销社采购了 江叔没走出多远 听得吵闹声传来 有热闹看 是家庭纠纷吗 快放开我 我都不认识你们 抓着我干嘛 燕燕 娘知道你跟孙子吵架受了气 可家里孩子刚生下来两月 不能断奶啊 燕燕 对不起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 孩子不能没有娘 我不叫燕燕 我要报公安了 救命 这画面似曾相识 他们好像是人贩子 走 放开那个女孩 我跟媳妇吵架关你啥事 劝你少管 她是我妹不叫燕燕 你俩到底是什么人 说 黄了 我们走 有人纠缠不好下手 我不是你妹啊 孩子 善意的谎言不懂吗 臭丫头罩我 赶快我的妈妈 就凭你 让你见识下什么叫格斗 江叔回想第二式的格斗技巧 再配合被林叶略微强化过的身体 将两个人贩子打趴在地 接着公安来把人带走 被救的人上前感谢 你好 我叫陈念 在纺织厂上班 多谢你仗义出手 刚才太紧张没配合好 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了 这一幕让我回想起被折磨的日子 所以没忍住出手 我还得去供销社买东西 我陪你去吧 我舅舅是供销社主任 买东西方便很多的 好 麻烦你了 有些物资的确紧俏 我父母身份不好 留些人脉也好有照应 怎么会没有锅呢 我有工业券 供销社没货 有金条也不管用 什么破供销社 连口锅都没有 沈娇娇又想发大小姐脾气 只见陈念和江叔走到店内 姐姐好 她是我朋友江叔 要来供销社买点东西 同志 你好 请问你要买什么 一个水壶 两个糖瓷盆 一个糖瓷缸 还有锅碗瓢盆 油盐酱醋 有的 马上给你拿 不是说锅卖完了吗 怎么又有的卖 你们搞区别对待 我要举报 那你去举报呗 锅是留给我自己的 现在卖出去不行吗 你欺负人 你快别说了 谁知道要在乡下待几年 我们以后还得来 纯叔有毛病 走到哪都能得罪人 给我水果和肉罐头 哥两个 大白兔奶糖 红糖 桃宿哥一惊 小叔 既然不能请你吃饭 但东西你一定要收下 好 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 沈娇娇见状气红脸 随后江叔跟陈念道别 坐上牛车往回赶 而他的锅成了车上最亮的物品 不由的让几个老婶子搭挂 江之情 你怎么买到锅的 一个朋友帮我开口 售货员就把他的锅让给我了 你在县城还有朋友 他应该不是普通人吧 他在纺织厂工作 父亲是机械厂副主任 母亲在肉联厂工作 出到红星生产队 稍微露一点也好拉人脉 真了不起 以后需要帮忙来找婶子 我最乐于助人 臭闲百事吗 这点人脉在我眼里不值一提 沈娇娇满是极度 等牛车到了生产队 几个老婶子要帮江叔送东西回去 他全给婉拒了 回到住宿的他拿个肉罐头给马建国 队长 我刚来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 往后得靠你们老知青传授经验 这个罐头拿去给大家改善伙食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江之青 你这也太客气了 我代表全体老知青感谢你的心意 半年了 终于能吃上一顿肉 搞时间土豆进去能对一大火 还是江之青会做人 不像某些人 躲在屋里冲奶粉盒 买十几个罐头舍不得拿一个出来 忘了昨天那顿吃水的凉 东美 别说了 听到还以为我们馋他的东西 中午饭很快开火 沈娇娇没买到锅 依旧蹭大锅饭 其他知青大快躲頤 他却一口没动 这有啥好吃的 看着都提不起食欲 张之青 待会给我鸡蛋面吧 娇娇 等我吃完给你煮 那你吃快点 我都乐得不行了 真没救了 说话不分场合 百明在拉愁汉 江之青在吗 你的家具打好了 无数 在的 我现在跟你过去搬 不用 我两个儿子已经搬到门口 直接给你送五里白号 江叔的小仓库摆上家具 墙和天花板表上报纸 变得极为舒适 又从体内空间拿出一瓶烧刀子 一条大前门 来到宋宝田家中 小江 你有什么事吗 早说那仓库住不了 我住得挺舒适 刚才去县城买东西 想起大队长去火车站街 我们也挺辛苦 给您带点东西过来 太贵重了 小江 需要帮忙警官开口 别跟叔不好意思 还真有 我刚买了口锅 想打个灶自己开火 想请宋叔找人帮我弄下 工钱我来出 谈什么工钱 让我家老大帮你修 一下午搞定 吹干后开灶就能用 宋叔 太感谢你了 随后宋卫明到江叔屋里 他熟练的在后墙开洞留作烟囱 又在一番操作后修好灶 宋同志谢谢你 喝碗糖水歇息一下 曾田 开洞的空缺部分 我已用黄泥封好 你看一下还有哪要修的 没了 我挺满意的 那我回去了 记得你把干掉再开灶 灶修好 江叔的小屋随之布置完成 独自用一个灶让不少知青羡慕 而他放心不下的还是父母 于是敲定从侧面打听消息的方案 一月清晨送宝田过来分配工作 江知青负责打一杯老猪草 其他新来的知青男的跑地 女的拔杂草 老知青继续昨天的工作 江知青会做人的 打猪草一般是老人和小孩的活 队长 我干不了农活 要不我每月补贴 不行 歪风邪气要不得 你们知青点的分工我不管 但生产队上工要按我分的来做 还要把你穿得不垃圾坏了 田地活很脏很累 可我不会呀 不会可以学 我对新来的知青比较照顾 待会看到老知青的农活 你们会明白 坚决服从大队长分工 你们要向江知青学习 服从安排 听指挥 宋宝田分完工匆匆离开 不想在大理沈娇娇 众知青拿上农具出工 江叔则跟着村里小孩上山打猪草 被狗娃带到秘密据演 江姐姐 这里猪草多吧 就我一个人知道 狗娃子真厉害 姐姐昨天买的奶糖 哎 江姐姐真好 我带回去给奶奶吃 她活一把年纪还没吃过奶糖嘞 真懂事 多给你两颗 你也能吃 对了 那边山脚的破房子也住人吗 那是我们生产队的牛棚 除了养牛还住着几个坏分子 姐姐千万别去那边 和坏分子扯上关系要倒大霉的 爸妈 你们受苦了 我会想办法过去探望 重生回来的我要让你们长命百岁 她整理好心情后开始割猪草 可不得要领的她割得很慢 多亏狗娃帮她割了半倍了 干完一天的活种之青回到住处 沈娇娇当场哭出声 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我的手拔草都拔红了 撕 好疼 沈之青 这才哪个哪呢 往后的活更苦更累 你不得哭成累人 你就别再吓唬沈之青了 看她脸都白了 我说的是事实 让她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等粮食抢收的时候特忙 连学校都要放假 老师学生一起上阵收粮 摸不下去了 你还算好的 我手脚都磨出了血泡 沈之青 我那有祖传的药膏 待会给你拿点擦下 兴起的又开始了 她是铁了心向攀告知 吃暖饭 不过沈娇娇似乎很感动 贱男傻女真般配 江叔听了半截回屋所门 便躺在床上养精蓄锐 等到了夜里她起身换上夜行衣 她裹得岩石连亲妈见了都认不出来 打败是夸张了点 爸妈被打成坏分子 我只能小心行事 江叔悄悄溜出屋门 而知青们忙碌一天后睡得很死 察觉不到细微动静 之后她走披静小路到牛棚外 爸妈 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们了 牛棚破烂漏风漏雨 夏天蚊虫多还特别臭 爸妈住里面太难熬了 谁 爸 是我 小叔 你怎么在这里 文周 你又想小叔了 早点睡吧 明早起来还得产牛粪 这 真的是小叔 爸 妈 女儿好想你们 江叔跑过去抱着孙女 一家三口不敢闹出太大动静 眼泪却是花花往下流 可白玉衔很快发现问题 小叔 你不是在京城吗 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啊 我特意下厢来找你们 如今是红星生产队之亲 胡闹 说你什么好 乡下日子苦得很 反正现在回不去 你骂我也没用 实在生气打我两下好了 这孩子 爸舍不得 你为了我和玉衔下乡 我打心里感动 可我们被打成坏分子 哪怕你在红星生产队当之亲 也要跟我们划清界限 不然会连累你的 爸 我懂 牛棚里的其他几人可靠吗 被打入牛棚的坏分子 全是有原则的硬骨头 剔斗时改口承认错误的人 落不到这步田地 我给你们带了些食物 有猪肉罐头 水果罐头 新包装压缩干粮 外加十斤大米 十斤白面 江叔拿出不少食物 二老感动中带着担忧 白玉衔抹了把眼泪 小叔 够了 我们平时藏东西的坑不大 多了藏不下的 差点给忘了 还有桶像水一样的药 你们当水喝就行 能强体质 少疾病 记得一定要喝 好 妈记下了 会按你说的做 小叔 你赶紧走吧 以后尽量不要过来 我和你妈不想你有事 爸 妈 照顾好自己 江叔不舍地离开 把食物和灵泉水 交到父母手中 他觉得这一世 父母不会早早失去 回去的路上心情大好 回到院里 却遇见企业的齐温君 江志庆 你这是出门了吗 企业上厕所 不用跟你汇报吧 好巧 我刚要去 方便我进屋聊聊嘛 聊你大爷 往后再敢招惹姑奶奶 老娘废了你的命根子 别那么野蛮 大家都是知青 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的 臭流氓 还跟我蹬鼻子上脸 看我段子爵孙脚 江叔出脚踢翻齐温君 转身进乌关好门 想起对方猥琐的笑容 觉得一阵恶心 清晨照常上宫 一大早 正在点名的宋宝田 就在道库场大发雷天 沈知青怎么没过来 他说昨天干太多农活 身上药酸被痛起不来 要歇一歇 把个吵叫苦叫了 妥妥的资本家大小姐做派 你去把他喊过来 他要是敢不干 我罚他去扫猪圈 我是不想得罪他 可做人也不能太离谱 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看着呢 随后宋宝田分配工作 江叔今天也要下地拔草 刚到地里便有人热情打招呼 小江知青 我叫宋燕红 宋宝田是我爹 来 我教你怎么拔杂草 谢谢燕红姐 拔草挺伤手的 送你副手套戴着拔 稀罕无见 姐可舍不得 留着台种东西的时候再带 两人开始拔草 可大方的江叔吸引到几个老婶子目光 立马有人跟她搭话 小江知青 你今年多大了 婶 你关心我多大干啥 随便问问 你一女孩下乡挺苦的 干嘛活去沈家里做做办 我请你吃顿饭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如果我儿子能跟他发伤点什么 往后日子就好过了 这老沈子散盘打的琵琶响响 可在我面前耍心眼 还愣了点 不用了 我自己有吃的 这孩子 沈好心请你吃饭 咋还不领情呢 前朝帝开始道德绑架 作为外来人员的江叔不好跟他争论 却有另一个老沈子跳出来帮腔 别以为人家姑娘傻 看不出你打歪主意 就你儿子那德性还是算了吧 哪配得上小江之亲 甜脆啊 你太坏了 难怪你家老三会出事 他以后半子绝孙 都是你个娘缺德事干多了 才让他遭报应 我儿子好歹是副营长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老娘打架还没输过 你过来试试 两个老沈子一言不合打起来 不少人在边上看热闹 江叔急忙劝说 两位沈 不要打了 你们不要再打了 诸说 拳头只能挥向敌人 上攻时间打架像什么样子 你们今天那公分全扣 大队长 看我的脸被挠成什么样子 田翠儿得赔偿我 是 这是你也有错 那方面可不敢乱说 哥谁身上不计 全部回去干活 再看热闹把你们公分给扣了 小江之亲还帮我说话 真是越看越喜欢 可惜老三出了那档子事 配不上小江之亲 沈 谢谢你帮我说话 谢啥 沈看不惯他那德行 也担心你一个涉事未深的小丫头被算计 沈真好 回头我送你几斤了啊 算是补偿今天的公分 不用 沈不要 我儿子可是副营长 家里不缺吃的 我哥也在部队上 不过他是连长 两人找到共同话题 是越聊越熟络 这时却传来尖叫声 沈知青 你笨死了 这一茶地里的花生苗都快被你扒光了 都是白花花的粮食啊 凶人家干嘛 我又分不清草和花生苗 大伙看 还意识不到自己错误 你分不清不会问吗 做点是真离谱 它是怎么长这么大的 隔壁村有个男之亲更离谱 烧掉大半个粮仓 说是跟驴杠上了 你你你 花生苗的损失从你公分里扣 上面就是送个活祖宗给我 以前觉得知青娇气 如今跟沈娇娇一比较 其他知青可爱过了 欺负人 你们全都针对我 沈知青 别哭了 剩下的活我帮你干 齐知青 谢谢你 就你对我好 兴起的也不是简单货色 有你哭的时候 日子一天天的过着 江叔估摸着来之前邮寄的包裹快到了 便找大队长批了假 坐上牛车去县城去 小江知青扛这么多东西 早说一声我去邮局门口接你 没事 大爷 我能扛得动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东西 扛 没问题 随后江叔找到陈念 两人前往肉连厂 路上有说有笑 陈姐 乡下婶子给的干山楂 带点来给你尝尝 说是销时开胃 小叔 我收下了 挨回你拿几匹瑕丝不走 可不能拒绝 好 我可不矫情 听说肉连厂的猪肉供应紧张 去晚了拿不到货 放心 有我妈在 弄个几斤没问题 妈 能给小叔哥几斤肉吗 当然没问题 两斤五花肉 八根排骨 一块猪肝 今天只能弄这么多 够了 谢谢阿姨 我一个人够吃上好几天了 不用跟姨客气 上次你救了阿念 我还没正式报答你 您这话就见外了 现在我和陈姐是好朋友 说啥报答不报答 江叔买完肉往回走 半道遇上扛包裹的沈娇娇 对方当场公主并发作 江知青 我拎包裹都快累死了 你帮我拎一点吧 我凭啥帮你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咱们下乡知青就该互帮互助 让你帮点小忙把话说这么绝 太不尽人情了 我就不帮你 你咬我啊 小气鬼 拿包裹的知青纷纷到牛车处集合 江叔打量沈娇娇一眼 没想到他这次买到了锅和猪肉 而最后一个乡亲也扛着包裹倒来 松大爷 这是江文州的包裹 待会你给他送过去 爸的包裹 应该是哥送过来的 得想办法拿回去拆开 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 到生产队了 拿好各自的东西 别过后又来找我要 机会来了 我拿走父亲的包裹 再把自己备入 棉袄的包裹留下 最后松大爷会把剩下的包裹拿给父亲 几步美哉 江叔暗想的行事 顺手把父亲的包裹带回家 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两套棉衣 以及五十块钱 一些军用票证 哥哥的照片 他看到后愣住了 估计哥哥不是第一次给父母寄钱和粮票 那为何他们还过得如此艰难 我得弄清楚 就说拿错包裹过去换回来 江叔快步来到牛棚 却见二流子王大志正在抢父亲的包裹 你个坏分子赶紧松手 不然老子不客气了 我再坏也没你坏 每次都来抢我东西 你好歹给我留点啊 你个没觉悟的坏分子活腻歪了 看老子不打死你 可恶 你个二流子 江叔见父亲挨打怒从心中起 冲动去把王大志踹飞 你个抢劫犯才是坏分子 骨子里坏透了 小叔好大的力气 真担心他惹上麻烦 可我又没法与他说话 你为了坏分子打我 我要到大队长那告状 你和他们是一伙人 你去啊 抢劫犯还有理了 告到警察叔叔那 你得蹲大牢 而我是在剔除生产队里的臭虫 好 好 你等着 但跟我对着干 你完蛋了 你没机会用那些下流诏数 走 跟我去见大队长 江叔拖着王大志往田里走 对方无法挣脱他的怪领 随后两人来到田间地头 小江知青 是不是王大志欺负你了 大队长 这个知青打我 他维护坏分子 把他抓起来改造 小江知青看起来挺文静的 能把王大志打成这个形影 是这个人倒打一耙 我刚才不小心拿错包裹 打开才发现写着江文舟的名字 便去牛棚准备还回来 结果看到王大志在抢别人东西 我想红星生产队哪能容下这棵老鼠时 就给他讲了几句道理 抢谁的东西都不对 近期就得好几年 我才没抢东西 是他们主动给我的 王大志话一出口 干农活的乡亲们沸腾了 江叔乘胜追击 坏分子送你东西 你们才是一伙的 你思想觉悟出现大问题 必须得送去改造 怎么办 我似乎中了小丫头的圈套 说抢不对 说送更不对 大队长 害群芝麻不送公安 毁坏了我们红星生产队的名声 我也想把他踢除 可他舅舅在公社是有一号的 还不好招惹 小江知青 王大志确实做得不对 不过你也没啥损失 晚上开个批评大会 让王大志自我检讨一下 江叔听出宋宝田的意思 打算把这事给接过去 他心中自是不爽 可没法忤逆大队长 而这时两个公安到来 江叔同志 我们又见面了 黄局长 是需要我配合调查吗 不 上次你帮我们抓获两个人贩子 昨天正式结案 我是特意过来送锦旗感谢的 建议勇为 青年楷模 黄局长太抬举我了 江知青受得起 另外还有五十块钱和一百斤粮票奖励 算是奖金 作为人民群众的议员 对付坏分子是我的责任 奖金就给需要他们的人 我捐给咱们红星生产队助力生产 我空间里几个亿的物资 这三瓜粮早不如拿来做人情 江叔做出捐献决定后 当即受到乡亲们一致表扬 还是江叔知青思想觉悟高 咱们生产队能有江知青 是全体队员的荣幸 五十块说捐就捐 我发自心里佩服 江同志 往后有苦难随时来找我们公安 我们一定鼎力相助 黄局长 他抢劫 坏分子自然有人会惩罚 但抢谁的东西都不行 人民财产不容侵犯 随后黄志明到牛棚出问话 得到相应口供 接着将王大志带走 这让宋老田很高兴 这个生产队独流偷鸡摸狗拔大色 抓得好 公安直接来生产队拿人 他舅舅就赖不到我头上 真羡慕江知青 他跟乡亲们彻底打成一片了 羡慕也没用 江知青抓的可是歹徒 我遇到那种情况估计会吓尿 老知青们羡慕到不行 随后宋老田亲自请江叔到家里示范 这在整个红星生产队都是极为少见的 等他回到住处却听见有人嚼舌根 又要上工了 凭啥大队长给江叔批一天价 给我们只批半天 沈知青不用心里不平衡 现在江知青是红星生产队的大功臣 大队长肯定要后代 娇娇 你的活我帮你干了 你歇着就行 沈知青 你对象对你真好 你们可别乱说 我还没答应其知青处对象呢 就你这豆腐脑 哪家的猪奇文君的糖衣炮弹 江叔把他当个乐子砍 接着动手剁肉和面 将两斤肉全给做成肉包子 等蒸好后他一连吃下四个 他又把猪肝一分为二 再拿上一些包子 分别给宋宝田和甜翠鹅送去 娘 白面猫子啊 我先吃一个尝尝味 一共就十个包子 家里有九口人 什么时候轮到你先吃 把家里人叫出来分着吃 我去叫醒了吧 这房我跟房贼一样 至于吗 跟小江知青没法比 他人漂亮 干活打架厉害 厨艺一绝 去回家当儿媳多好 可惜老三下面出了问题 江叔这边已吃饱在养精蓄锐 等夜深后便穿上夜行衣 前往牛棚再次给父母送物资 小叔 你来了 白天的事我可一直揪着心 下次可不能乱来 爸 我心里有数 哥不是第一次给你们积包裹了吧 小燕每隔几个月都会送包裹过来 可王大志每次都来抢 而我们是坏分子 都没地方申冤 可恶的王大志 上上师若不是他抢我爸妈的东西 二老也不会病逝在冬天 他就是罪魁祸首 等他从牢里出来 并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小叔 你怎么了 爸 我没事 尝尝我亲手做的肉包子 可好吃了 我女儿手艺真好 玉贤 叫乔老 为老他们过来吃 顺便给小叔介绍一下 他们几个都是个行业的精英 如若有朝一日能频繁 他们对小叔未来发展作用很大 学中送炭比锦上天花强太多 等几人到齐 江文周介绍牛棚里的人才 有部队首长 老中医 经济学教授 两个科研工作者 而江叔苗懂父亲用意 当场开了两个水果罐头 赢得几人称赞 随后江叔回到住处睡大觉 隔天上公路上却遭老婶子堵在半岛 你个死丫头 贱体子 扫把心 我家大志被你害惨了 要被判刑你知道吗 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 好泼辣的老婶子 四周也没个人 要不把他踹毛坑里 李兰花 你敢 自己没管教好儿子怪别人 我看你也该进去改造 你胳膊肘往外拐 赶紧滚开别多管闲事 不然老娘连你一起收拾 我可不怕你 谁都不能欺负小江之亲 小江之亲 快来帮忙啊 婶子 我来帮你 知青打人了 打死人了 你竟然敢打我头 江叔顺势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你还跟人先告状 婉姨的谁怕谁 看我了不死你 什么情况 那我该怎么办 李兰花 你杀人了 你拿砖头砸小江之亲的头 这下把人砸死了吧 你别瞎嚷嚷 我都没打到他脑袋 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不承认 最好祈祷小江之亲没事 不然你要填命 这死丫头肯定是装的 她想讹人 李兰花心里慌得一批 争吵声引来宋宝田和不少相亲 看到江叔躺地上都怒了 天神子 你下手咋那么重 小江之亲被你打到不会动了 李兰花 你撒破也得有个度 小江之亲昨天给队上捐了五十块钱 一百斤粮票 那是天大的恩情 若他出了啥好歹 整个生产队都饶不了你 我 我不是故意的 现在宋小江之亲去医院 李兰花 所有医药费由你来出 凭啥 你打了人肯定得出医药费 还是说我直接报公安 爷 爷 我出 大队长您别生气 对 吓死他 让他泼辣 赶来半道上堵我 等等 宋医院还不得穿帮 赶快来个人帮我 宋医院路太远 牛棚不是有个老中医吗 让他先过来瞧一瞧 看情况再说 魏人忠是坏分子 能给生产队知青看病 也算他的福气 快去请 几个老婶子把江叔抬回屋 不多时魏人忠到了 把卖尸发现了猫腻 丫头买波跳动平纹规律 梯子装得死牛一板 没用一点稳气 少一个梯子如此好的人 看似天髓恶甲捞伞 宋时辰 魏老头 你倒是说句话 江志青有些情味闹震怒 我给他凯极服药 但我创景阳一段时间 还有补宠阴阳 让你两个月能痊愈 喂啦 多谢啦 这个掩护打得好 不枉昨晚给你开罐头 我也听不懂啥病 那就养着吧 李兰华 江志青没法上宫干活 他这段时间的公分从你那扣 另外再给人家20块钱20个鸡蛋 大队长 这赔偿也太多了点 我是在帮你 现在小江志青和公安皇副局长的关系 你应该知道的 等他醒来可不就这么说了 我赔就是了 小剑提子你等着 我遭受的所有损失 以后会一并讨回来 之后为人中说江叔需要休息 田翠娥主动留下来照顾 其他人则去上宫 小江志青起来吧 人全都走了 神子 你咋知道我装的 也太聪明了吧 你那点小心思我能不明白 鬼精鬼精的还会讹人 那可不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两人狠聊得来 差点没去结拜姐妹 下午十里兰花把赔偿送来 便恶狠狠地离开了 而江叔只收起十块钱 岁哥沈 多亏你帮我打眼护彩了到钱 咱们一人一半才对 这哪行 你额来的全部归你 沈 你出力了得拿一半 你不收 回头哪天接我咋办 收了咱们才绑在一条贼船上 不用担心你接穿我 成 沈收了钱 咱们在一条贼船上绑得死死的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江叔获得两个月长假 每天从空间里拿牛排 额肝 鱼子酱出来吃 没事还敷个面膜保养 日子过得舒坦自在 反观沈娇娇每天下地干活 都快晒成黑炭了 爸 我受伤了 流一滴血 疼死人了 沈知青 怎么了 只是割破手指啊 叫那么凄惨 害大家丢下手里工作过来看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把整条胳膊泻了 沈知青 你要学会成长 不能一直如此矫情 针对我 全部人都在针对我 人家都受伤了 你们就不能关心我一下吗 娇娇 别哭了 我来给你包扎伤口 还是文君好 我私底下答应和他处对 像是对的 等家里的票正到 买点好布料 给他做身新衣服 沈娇娇包扎好伤口 便跑去找宋宝田 沈知青 你有什么事 大队长 我手受伤了 要请几天假 回知青点休养 沈知青脑子又坏了 破个口子也想请假 一点小伤请啥假 你下乡当知青 是来锻炼自己的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大队长 你偏心 江知青受伤你就给他批 我受伤却不给批 你和江知青能一样吗 人家是脑振斗 你只是皮外伤 继续出宫干活就对了 你诚心偏袒江树搞区别对待 宋宝田懒的大理沈娇娇 有毒的草 送开着迷人的花 害你的人 说着你爱听的话 干完一天浓活的沈娇娇 一回来就看到江树 悠哉悠哉的坐在知青点的院子里 瞬间不满 狠狠瞪了一眼江树 然后气呼呼的跑回了屋里 这女的莫非不是有毛病吧 竟然给我甩脸子 第二天下雨 红星生产队全员窝躬 江树收到通知进城拿包裹 而沈娇娇等几个知青也在牛车上 等到了现场 江树直接去找陈念 送给对方从二十一世纪带来的丝巾 因为他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丝巾 听朋友说好贵重的 在市里百货大楼都是紧窍货 这怎么好意思收 陈姐 你别跟我客气 这是亲戚从京城寄来的 我下乡跑土没机会带 正好有两条 你和沈一人一条 那我收下了 走 找我妈去 让她给你多弄点肉 好 这几天挺柴肉的 妈 这是小叔给咱俩送的丝巾 是京市的高级货 你看这丝巾 够漂亮的吧 谢谢小江 阿姨今天要给你干一头猪作为回礼 阿姨 现在天气太热 我一个人吃不完 你给我弄一斤就行了 再给我弄两根排骨 陈姆很快就给江叔拿来一斤肉 还有两根排骨 江叔拿到东西 和陈念聊了会儿 便告辞返回了 我还是要多走动走动 要不时间久了 关系就会逐渐冷淡 以后再找人帮忙 可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就在江叔准备回到牛车上的时候 被两个标形大汉拦住去路 书分大姐大 就是这个娘们 上次抓咱们的人给帽子 真是太窝火了 折在一个小娘们手里 真够废物的 今天就把她抓住 玩一玩还能卖个好价钱 听书分大姐这么说 几个小混混像恶狼一样 朝着江叔走过去 虽说江叔坑了他们的胸脱 可这女人的长相姿色 确实没得说 瞧那娇嫩的脸蛋 估计都能掐出水来 要是能给我大兴儿子 做媳妇其实也挺不错 老弟先等一下 小姑娘 怎么样 害怕了吧 如果害怕你现在求饶 可是还来得及 屁话真多 老不死的今天 你惹到我算是倒大霉了 好好好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小老弟们给我上 听到指令 这两个混混准备了东京制造 只要靠近江叔 直接捂住她的口鼻 就能将人整晕带走 可他们到底是太低估江叔了 我最近一直喝空间的灵泉水 身体强悍的可以打嘎一头牛 既然你们送上门 我正好练练手 嘿嘿 小混混 刚走到江叔跟前 还没来得及出手 江叔便先发支援 以迅雷不及眼耳之速出手 三下五除二 就将这几人给撂翻在了地上 出手太快了 根本不给这几人反应的时间 这个小娘们竟然是高手 江叔看着被自己干趴在地的几人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我怎么莫名其妙地 被这些混混给盯上了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对我动手 我在江湖也好歹也是一个狠角色 这让童行知道了 我再到一个小丫头手里 以后还怎么混 如何镇得住手下的小弟 无论如何 我是不能开口的 嗨 大姐 你是头吧 姑奶奶给你一个机会 再不老实交代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大姐大哼了一声 一脸不屑地将脸转了过去 还真是个硬骨头啊 江叔冷笑一声 脱下大姐大的鞋 然后对着大姐大的脸 狠狠地抽了两下 还敢顶嘴 看我抽干你 大姐大不仅被打得脸上吃痛 同时被鞋子的臭味熏得想吐 黄毛丫头气人太甚 今天你不弄干我 我早晚会弄干你 快来人呀 快来人呀 打老太太了 随着大姐大的一嗓子 不少热心人士都围了上来 你觉得大家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一看那两个小昏昏 就不是好人 你想嘎我 不好意思了 你没机会了 因为我这就送你去帽子局了 姑奶奶撬不开你的嘴 相信帽子同志肯定能撬开 麻烦谁帮我抱一下帽子 我抓到了几个不法分子 见大姐大几人看起来凶神恶煞的 确实不像好人 立马就有热心群众帮忙报公安去了 此时的人群中 回乡探亲的宋时辰和许建设 正目睹这一切 两人差点没惊掉下巴 宋副营长 这姑娘身手真牛掰 估计我都不是她对手 嗯 身手确实不错 这姑娘身手好 长得也很漂亮 就是有点太凶了 感觉不好招惹啊 其实女人凶一点也无妨 谁规定女人就必须柔情似水呢 两人讨论间 黄志明戴帽子赶 看见江叔父女心头一惊 小江之亲 你又抓到坏人了 对 黄局长 这些人想暗算我 我觉得他们肯定不是好人 江叔说着 江方才的具体情况说了一遍 黄志明了解清楚情况后 准备带这几人回橘子里盘查 抓人的时候 忽然发现了大姐大的脸痕眼熟 这个人好像是犯团伙头目肖书分 通缉令还替我办公室呢 如果这人真是人犯团伙的头目 那我们些帽子就破获了一桩大案件 到时候上头很可能大力表扬我们橘子 小江之亲 谢谢你这次又帮我们帽子抓获了坏分子 这些人犯子可恶至极 若是将整个团伙连灯剿灭了 能拯救多少妇女孩子啊 此时黄同志无比佩服江叔 小丫头伸手真是了不得 上次我就见识过了 这次真没想到 她又凭一几只力抓住了三个恶汉 那个 黄局长 你要是真心感谢我 回头再上我们红星生产队 给我发一面锦旗 我这个人有点虚荣 就喜欢别人称我为人民英雄 撑 这是应该的 打击坏分子的是值得宣扬 随后黄志明将大姐大姐人直接带走了 江叔随即拎起自己的东西 朝牛车的方向走去 这女人真有意思 沈副营长 你家是不是就住在红星生产队啊 那姑娘好像就是红星生产队的知青 你认识她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江叔 走 陪我去供销社买点东西 这么就才回家一趟 不能空着手 此时的江叔 已经到了牛车这边 坐车的人就只有沈娇娇和齐文斌还没到 乡亲们看到江叔手里的肉都露出羡慕的表情 不过 大家对江叔的羡慕很快就会转发 因为此时沈娇娇骑着一辆自行车 朝牛车这边赶了过来 但有 沈知青 你这是买了自行车了 对 我买了一辆自行车 沈知青 你的家庭条件真是太好了 自行车都能买得起 这算什么 我父母还有小轿车呢 啥样的家庭啊 还有小轿车 难怪沈娇娇那么娇气 原来出自富贵人家 习文斌听说沈娇娇家里还有小轿车 一时间也是激动万分 我现在傍上了沈娇娇 往后做了沈家女婿 靠着沈家的关系 还愁美好日子过吗 我来是通知宋大爷的 不用等我了 我有了自行车 自己骑车回去就行 上级 沈娇娇骑着二八 单杠自行车各自回乡 没想到一个没注意 直接掉进了泥潭 娇娇 娇娇 快来人啊 有人掉进泥潭里面了 听见齐文君的呼喊 旅车上的人赶紧跑过去救人 就在那里 娇娇就在那里 江树扒开 断木丛 盼着身子往下看 的确 泥潭里正在挣扎的是沈娇娇 怎么办 怎么办 娇娇快沉下去了 闭上你的狗嘴 你们退后 随后江树一甩绳子 绳子正好套在了沈娇娇的脖子上 大家一起往上拉 小江同志 把绳子套在小沈脖子上 不会溜坏了吧 没关系 他的命硬 一时半会嘎不了 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协力下 终于把沈娇娇从泥潭中拉出来了 还有气 还有气 我先回去找人 你们不要动这丫头 小齐知情你留下 剩下的跟我回去找人 宋大爷驾着驴车 飞快地朝着山下村里跑去 江树垂着头 等着宋大爷找人来 突然齐文君大喊了一声 野猪 野猪 小江同志 野猪来了 齐文君本来想跑的 但是看到沈娇娇躺在地上 开始犹豫起来 但是腿却不由地咄嗦了起来 带着沈娇娇先走 跑得越快越好 野猪我来处理 齐文君也不带犹豫的 因为此刻他真的害怕了 扛起沈娇娇就躲在了草丛中 江树深吸一口气 双腿一沉 等着野猪的攻击 野猪一跃而起 张开恐怖的獠牙 冲着江树就飞奔过来 江树不躲不闪 一个转身就骑在了野猪身上 江树死死攥住野猪的獠牙 任凭他如何挣扎牛甩 都甩不脱他的手 随后 江树从空间掏出一块石头 狠狠地朝着野猪头上砸去 随着野猪的一声惨叫 一头几百斤的野猪就这么倒下了 这小江同志也太恐怖了 竟然徒手劈死了一头猪 太可怕了 我的妈妈呀 江树一屁股坐在地上 剧烈地喘息着 前世别说大野猪了 就是见到一只土狗 我都绕道走 鸡都没杀过一只 这重生过来就干掉一头野猪 也太刺激了吧 江树走到齐文君跟前 愣着干什么 扛着沈娇娇 下山 要不一会再来一头野猪 我可是应付不了 大山深处隐隐约约 传来一声狼嚎 夜晚的山林危机重重 血腥味不知会引来什么呢 不能在这待下去 得尽快下山 江树看了一眼地上的野猪 又看了看下的尿裤子的齐文君 惋惜地叹了口气 回到知青点 齐文君把上山遇到野猪的事情 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给马建国 而且重点夸了自己多么多么的勇敢 为了保护小江之青和沈之青 我当时都豁出老命来了 当时我矿矿一砖头就把野猪干倒了 江树听见齐文君的话 白眼简直翻到天上了 真谈娘晦气 爸 妈 我回来了 小叔子回来了 田翠鹅一听是小儿子回来了 立马冲出了屋子 儿子 爸妈想死你了 洞家其他人也都从屋里走出来了 王金花这个当嫂子的见到小叔子回来 同样非常高兴 他倒不是对小叔子有什么不轨的想法 主要是惦记小叔子带回来的好东西 小叔子身上躺着的几个包裹可都是骨囊囊的 不知道带了啥好东西 小叔子是部队里的军官 在杜杜的津贴待遇非常好 虽然每个月小叔子都会给家里寄钱寄票 补贴家用 可大部分钱票还是在他自己兜里 以往每次回来 都会给老两口带不少好东西 这次肯定也不例外 哦 呵呵 王金花低头看到宋世辰手上 还拎着一条大鱼 一吊五花肉 哎呀 妈呀 白花花的肉肉啊 王金花就不由得往肚子里咽起了口水 想收子回来 家里的伙食水瓶就能跟着提升许多 王金花对待宋世辰的态度那叫一个热情 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太好了 爹娘天天在家面倒你呢 哎呦 你又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 扛着很累吧 看着王金花妹夫殷勤劲 天翠鹅早就将她的心思看透了 王金花表面上在对宋世辰说话 眼睛却一直死死地盯着老三的包裹 不用说 肯定是打上了老三包裹里东西的主意 这个老二媳妇 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力眼 有便宜站的是 永远冲在最前面 家里但凡搞到点好东西 他都一定要占一份 老三带回来的东西 是孝顺我们老两口的 凭啥让王金花站了去 如果说王金花这个儿媳妇 是个知道感恩的倒还好 可王金花偏偏是个白眼狼 你就算将整颗心都讨给他 他也不会感恩的 吃力爬外的东西 倒贴娘家 这会儿见王金花要接宋时辰的包裹 田翠娥抢先一步 把他拦住了 不用你费心 老三的包裹自己送回屋就行 你这么关心你小叔子 还不赶快给他跟堆凉茶过来 这会儿天气这么热 走了一路 老三肯定渴了 田翠娥说着 偷偷给宋时辰使了一个眼色 宋时辰立马心领神会 将包裹送进了房间 不给王金花接触的机会 活不禁人把我当贼一样防着 气死我了 王金花不情不愿地去到厨房 给宋时辰泡了一杯凉茶 老三媳妇 收拾完一会去河边 把全家衣服洗了 听到没有 宋时辰 不要想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你不要想着去我家提亲 我知道你那方面有问题 娶不上媳妇 而我也算咱们村的村花 你们家肯定有娶我的心思 但是从小订的娃娃 亲不能做数的 那都是封建思想 宋时辰一脸猛逼 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休息 就被这个女的叫出来了 心中怒火中烧 这时候江书正拿着凉茶 去田翠鹅家吃饭 不巧碰到了这一幕 吓得赶紧躲到了树后面 打 你想干什么 不要过来 你再过来 我会跳起来打你膝盖的 虽然你长得人模人样的 但是我有底线不会妥协的 你是谁 你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竟然不知道我的名字 田小草觉得受到了七尺大辱 也努力真大 你是在玩玉琴故纵吗 我劝你放弃吧 我是不可能回心转意的 就在刚才之前 我脑海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错觉 让你以为我会娶你 这些话像是一道天雷 直接劈在了田小草的头上 他抬头看着面前 这个冷峻英质的男人 小时候你还说你要娶我的 让我等你 好了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想娶你 还有事吗 没有的话我走了 就在宋世成转身的那一刻 江书整个人如遭雷击 瞬间正在了原地 是他 上一世江书死后 灵魂在外飘荡 可能是因为执念太深 来到了父母身边 父母是被吓放过来的 死了之后 直接被扔在了乱葬岗 都不能入土为安 江书守在父母的身边 彻夜哭泣 可是那时候只有魂体的他 并不能为父母做什么 在最绝望的时刻 江书看到一个男人 来到乱葬岗 帮他父母收了尸 还给他们挖坟埋葬了 那一刻 江书就认定这个男人 是他最大的恩人 若是有来生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他 没想到真遇到了这人 这个男人原来叫宋世成呀 名字真好听 宋世成走后 江书从树后面出来 看到田小草因为生气正在地上挣扎 脸色已经变得轻子 脸上的青睛爆起 显然已经快要缺氧晕厥 要是田小草嘎了 那就是犯法 那我以后怎么报答我的恩人 江书啪啪两巴掌打在田小草身上 把凉茶直接泼到了他脸上 然后开始恰他人中 田小草好久才缓了过来 眼泪刷刷地往下掉 宋世成刚才想嘎了我 小江之亲你看到了吧 我要告他 我要让他身败名列 你到时候替我作证 江书嘎嘎一乐 去你的 告你个头 我可没看见 我有事先走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吧 很快江书来到了田翠鹅家 就看见站在门口的宋世成 这不是今天收拾书分大姐大的那个人吗 小江之亲 嘿 见无错 田翠鹅见江书放花痴般地盯着自家儿子 就猜测他肯定是被儿子的外貌给吸引住了 我家老三却是长得好看 哪个不喜欢像貌英俊的帅小伙 如果搁在以前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撮合两人 但是我家老三那方面出了问题 可不能把人家往火坑退 小江之亲 这是我家老三 宋世称 难怪沈今天这么开心 原来是儿子回来了 老三 这乌鸟是小江之亲 她的大名叫江叔 和大队里别的知青不一样 小江之亲可有本事了 你好 我早就听婶提过你了 你是军人 是人民的英雄 好了 小江之亲 饭菜还没做好 我去接着忙活 沈子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也录两手 这个男人我是看上了 可是眼神太冷淡了 看来我得好好刷刷存在感了 你是客人 怎么能用着你呢 你快休息吧 老二媳妇 饭赶紧的做 好嘞 婆婆 婆婆真是偏心到她老祖宗家里了 宋世称这边在外面匹柴 江叔就站在旁边看着 不一会宋世称就汗如雨下 江叔知道自己的表现机会来了 拿着一碗凉茶就送了过去 可了吧 喝碗凉茶 宋世称看着盈盈一笑的小之亲 只觉得一阵心神迷离 情不自禁地滚动猴姐 本来这丫头就生得好看 现在幽宠我这样笑 真跟会勾魂的狐狸一样 勾得我心痒痒 你放心 这水我没有喝过 碗也是干净的 谢谢 我只是走神了 没有嫌弃你的意思 这男人真是秀色可参呀 这小之亲的眼神怎么像老虎 江叔在甜翠鹅家吃完饭已经晚上了 哎呦 天都黑了 小江之亲自己回去可不安全 是呢 婶子 我自己一个人好怕怕 旁边的宋世称听到江叔这么说话 差点把下巴惊掉了 他害怕 徒手要导几个大汉人能害怕 这样吧 婶子 我觉得让宋世称同志送我回至清典最合适 那老三就辛苦你了 一路上 宋世称不说话 江叔只能开口 宋世称同志 听说你是部队的军官 具体时什么级别的呀 副营长 宋同志 那你可真厉害 在没有背景与人脉的情况下 从普通士兵升到副营长 真乃人中龙凤 借着昏黄的灯光 看着江叔笑面如花的样子 宋世称一时间看出了神 保卫国家是我们军人的职责 也是我们永远的信仰 很快两人达到了至清典 宋世称 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男的好帅呀 这个小江至清真有本事 这男的好像是甜脆鹅他儿子 好看有什么用 据说当兵的时候那方面受不过伤 已经不是男人了 是吗 哈哈 没想到小江至清好这口 通知 通知 红星生产队今天全体放假一天 趁着休息日 好多小知青结伴上山打猎 江叔本来没有兴趣 但听到消息说宋世称也去了 瞬间来了兴趣 这不就是为我创造偶遇的机会吗 正好上山搞点郡子和野味 送去给田婶子 随后江叔背着背篓上山了 突然草丛窜出一只野鸡 命这么好的吗 江叔害怕惊动野鸡 抬起脚慢慢地落下 可是他还是小瞧了野鸡的警惕性 江叔的脚刚踩到地上 野鸡拍了两下翅膀就飞走了 沈娇娇听到声音走了过来 视线就看到一只野鸡飞走了 哎哟 小江之青 你真厉害 上山就看见野鸡了 江叔没有打理沈娇娇 继续往山里面走去 眼前出现了一片鲜艳的骏子 鲜艳的骏子有毒 江叔避开挑选了一些常见的骏子 踩完后一回头看见了刚才跑掉的野鸡 直愣愣地站在他的后面 江叔见野鸡没有动 拿起旁边的一块石头朝着野鸡的头上走过去 什么狗屎运 江叔为了不被发现 把贝勒的蘑菇拿出来一些 将野鸡放到了贝勒最底层 然后用一些蘑菇盖住了 随后江叔开始边走边环顾四周 寻找宋石撑的位置 就在江叔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突然树林传来沙沙的声音 我靠 什么运气 两天碰见两头野猪 看来又是耗体力的活 猎嘎时刻开始 江叔摆好了姿势 准备一刀嘎了野猪 突然一光看到不远处有一道人影 宋石撑 妈呀 看来我不能表现得太凶悍了 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 不喜欢飙悍的 怕回去镇不住 我要给宋石撑营造英雄救美的机会 宋石撑同志 救我救我 宋石撑抬眼便看到朝自己跑来的江叔 以及他身后追上来的一头大野猪 在山里遇上野猪是非常危险的 小江同志 快上树 宋石撑靠在一棵大树边 随后两手交叠 双腿微曲 摆出一个半蹲的姿势 江叔立刻就领会了宋石撑的意思 他是想让他踩着他的手 爬到树上 以此躲避野猪的攻击 这小江同志的身手一般人真不能比 赶上女特种兵了 我就没见过谁家小姑娘这么厉害的 等江叔上了树 野猪也冲到了镜前 宋同志 你小心啊 随后宋石撑拿出绳子 看似随意一丢 结果绳子经过一段飞行 不偏不倚地套住了野猪的脖子 随后宋石撑有谋足了镜 把绳子绑在了树干上 野猪用尽全力挣扎 发出了凄惨的吼叫声 为了防止野猪逃跑 宋石撑拿出萝卜刀 直接一刀封喉 这么勇猛的男人 真是太有魅力了 这野猪估计有三百多斤 弄下山 给队员们分一分 估计每家都能分到不少肉 我来上山这么半天都没有看见野位 没想到这丫头一出现就有这么大的收获 是该说他运气好呢 还是运气不好 好了 小江之清 安全了 你可以从树上下来了 宋同志 太高了 我不敢跳 你能不能接我一下呀 好 你往下跳 我接着你 说完宋石撑张开了双臂 江叔一跳 正好落在了宋石撑的怀抱中 嗯 抓住机会 能开游的机会可不多 嘿嘿 宋石撑抱着江叔 只觉得江叔身体软软的 一瞬间心底生出一股一样的情愫 小江之清 已经安全了 你可以放开我了吗 宋同志 我刚刚跳下来扭着脚了 好疼 你背我回去 真的 哎呦呦 疼 疼死我了 随后宋石撑背起江叔 大步朝山下走去 送完江叔 宋石撑去找了大队长 宋宝田一听有野猪吃 笑得合不拢嘴 现在正是农活最累的时节 队员们干得活动 又吃不到啥好东西 所以这段时间 大队里的人都叫苦不点 若是能分到点猪肉 吃些欢心的东西 大家肯定都会非常高兴 宋石撑打到的这套野猪 对于我们红星生产队来说 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野猪肉很快被分到了个人手里 野猪因为是宋石撑捉到的 他被分到了三十斤 宋石撑打算云出一半给江叔 江叔这边正在躺在屋子里 翘着二郎腿 左手吃着从空间拿出来的冰雪糕 右手烤着从山上打来的小鸡 小江之清 你出来一下 一听宋石撑的喊声 江叔猛的一震 确认是宋石撑叫的自己 赶紧把一半的血糕和一半的鸡肉 丢进了空间 随后江叔煮着拐杖 一扭一扭地打开了门 宋石撑同志 你特意来找我的吗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大队分我三十斤的猪肉 我觉得这次我能猎杀到野猪 主要是你的功劳 我分你一半 我不要 这肉我不爱吃 你给我也是浪费 那好吧 你不要算了 我自己拿回去了 那你走得这么果断 他好像不想和我有过多的牵扯呢 完了 是不是对我不感兴趣 我这么主动 竟然对我不感兴趣 化杯分为食物吧 随后江叔从空间拿出了五袋螺蛳粉 又拿了一瓶饼可乐 大口的炫起来了 真是悠哉 上级 因为有野猪加餐 老志青们都吃得喷香 但沈娇娇是个例外 扛了一头野猪肉之后 沈娇娇直接吐了出来 呸呸呸 这是人吃的东西吗 给狗吃狗都嫌弃 短心死了 怎么这么柴这么腥 简直比树皮还难吃 众志青吃得正香 一听这话顿时火力反正 他们吃顿猪肉还要被鄙视 沈知青 闹费粮食是很可耻的行为 你既然不爱吃 怎么不把猪肉让给别人吃 大队长好心给你分都用 可不是让你往外吐的 沈娇娇被许东梅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 眼眶顿时红了起来 哼 你们 你们欺负人 娇娇 咱们别生气 他们就是嫉妒你 乖宝宝 沈娇娇也自知理亏 并没有争辩 就气呼呼地跑回了房间 齐文斌一看这情况 立马就跟着进了沈娇娇的房间 第二天中午 知青都在农忙 突然沈娇娇和许东梅对骂了起来 沈娇娇 我都快被你拖累死了 你干活怎么那么慢 我从来没见过比你更没用的人 咱俩分当一个小组 忙了一上午 活儿基本都是我干的 你完成了多少 我又不是故意不干活的 我的速度最多只有那么快 干一会儿就累了 实在干不动了 我能怎么办 你说干不动就干不动了 我怕你就是矫情 沈知青 你是没听亲大队长说了什么吗 咱们什么时候干完了什么时候收工 就以那个乌龟速度 咱俩接贴非得熬个通伤不可 许知青 我都说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下乡 还没习惯这种劳动强度 干不动不很正常吗 你有必要逮着我不放吗 你身为老知青 一点都不帮扶我们这些新知青 太自私了 沈娇娇说着 委屈的大哭起来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许东没听到沈娇娇的话 再看她那副样子 气得牙根痒痒 不知道整天哭神哭 搞得像她才是受害者 明明倒霉的人是我啊 沈娇娇这么一哭 知青们都朝他们两人看了过来 齐文斌作为沈娇娇的忠实舔狗 这会自然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女生 许知青 娇娇从小到大都没干过什么重活 没吃过苦 作为一同下乡建设农村的新青年 咱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包容 互相帮衬吗 齐知青 刀子不落在你身上 你是不是倒腾呀 既然如此 那就换你去和沈知青一起当活 好不好 你要是同意换 我保证不会再骂沈知青一句 听到许东梅的话 齐文斌忍不住身子一颤 打了个激励 沈娇娇什么样的德行 他比谁更清楚 在干活方面 沈娇娇确实是废物 哎哟 齐知青 你不是心疼你的宝贝娇娇吗 怎么这会儿又不想和他同甘共苦了 难道你对沈知青 表现出的心头与体贴 都是装的 许东梅这话一出 齐文斌的眼底顿时 闪过一丝慌乱与心虚 齐文斌被嫁了上去 这会儿是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换 我愿意换 换我和娇娇一组 你满意了吧 文斌 谢谢你 你对我真好 这里只有你是我的依靠 齐文斌扯起嘴角 装出一副非常深情的样子 冲审娇娇娇柔声道 娇娇 你说这些干啥 我是你对象 我不对你好 还能对谁好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像许知青那么苛责你 你干不动的活 我来帮你干 姜叔在旁边默默地看了一场热闹 齐文斌还真是个有魄力的舔狗 难怪能把沈娇娇搞到手 不过我可没有闲功夫打理他们两个 随后姜叔回知青点煮了点凉茶 悠杀着去填翠鹅一家人 姜叔过去的时候 填翠鹅一家人还没回来 宋时辰在家 此时的宋时辰刚劈完柴 累得一身汗 用团定的水分量身材 哎呀妈呀 这是什么福利 这个宋时辰一米八多的身高 绝对称得上高大 因为当兵经常训练的缘故 身上的肌肉真的很健硕 这身材是真有料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太带劲了 姜叔越看越心仰难耐 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快把他尝坏了 而此时的宋时辰 警觉到有一道炙热的目光在盯着他 他敏锐地转头 朝门口看了过去 抬眼便看到了姜叔 两人视线相撞时 姜叔有一丢丢心虚 宋时辰被姜叔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钻进了屋里 片刻之后便换好了衣服 从屋里走了出来 小姜之青 你来我家有事吗 我是来感谢你的 煮了点凉茶送给你 举手之劳 我娘他们还没回来 你先进屋坐一会儿吧 晚饭就在我家吃吧 这时候当然不能跟他客气 这可是增进感情的好机会呀 姜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 找个板凳就坐了下来 还翘起了二郎腿 这时候王金花拿着一条鱼出来准备炖了 抬眼就看到姜叔的坐姿 小姜之青还真不见外 太放得开了 很快田翠鹅一家拿着锄头回来 看见坐在院子的姜叔 瞬间喜上眉梢 田翠鹅想着还是要提前告知姜叔 他们家老三的情况 小姜之青 你真是个好姑娘 婶都想让你给我当儿媳妇了 可惜婶没有这个福气 我家老大老二都结婚了 至于老三 外在条件是不错 可是那方面有问题 婶可不想让你嫁给他收货吧 婶 这有啥 这结婚过日子的 女人就图男人有没有本事 对他好不好 那方面的是不重要 小姜之青 逆年纪小 还不懂这些事 这金窝银窝 都不如被窝里有个肉虎的男人 等你以后年纪大了 经历的多了 你就懂了 你死我了 好不容易吃上一顿细糠 没想到这个小姜之青又来了 打赶你这条死咸鱼 连你也欺负我 你这个挨尖刀的 王金花此时正在舔尸嘴角 回味着红糖水的滋味 宋时辰看到这一幕 不悦得粗美 随后对王金花提醒道 嫂子 这红糖水 是我特意给人家小姜泡的 你怎么给喝了 三弟 你对小姜之青可真好 都给人家泡上红糖水了 我是你二嫂 可从来没见你给我泡过 你是不是对人家小姜之青有意思啊 江叔一听王金花这话 立马来了静 毛子里冒着金光 莫不是 宋时辰对我也有意思 宋时辰见江叔的毛子发亮 身子突然一颤 小姜之青不会误会了吧 二嫂 小姜之青是客人 招待客人当然不能太寒沉 我给客人准备的红糖水 你给喝了 于情于理 这就是你的不对 三弟 二嫂喝都喝了 你说我做的不对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喝尽肚子里的水总不能吐出来吧 我是你二嫂 不就喝了你一碗红糖水吗 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 田翠俄听到王金花的话 袖子一甩 贼急骂了起来 你这个落死鬼 我活了这么多年 就从来没见过比你更好吃的婆娘 客人的东西你也要抢 多大的人了 小孩子都没你这么不识趣 真不知道你的脸皮杂就这么厚 喝了给客人准备的红糖水 说你两句也不行 咋的 你还有理了 你不自我反省就算了 还倒打一耙 说老三小气 被婆婆指着鼻子劈头盖脸一顿骂 王金花立马缩紧了脖子 我不就喝了碗红糖水 至于吗 这个家容不下我这个小可爱了 还不赶紧去厨房帮忙 还得做晚饭招待客人呢 王金花想到晚上有鱼有肉吃 立即屁颠屁颠跑进厨房干活去了 只要有好吃的天天骂我都成 吃完晚饭天完全黑下来了 宋史称送江叔回家 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家走 突然路过一个池塘的时候 听到噗通一声 宋史称用手电筒在水面上扎了一圈 发现水塘里竟然有一个人在拼命挣扎 宋史称没有油用 直接把人就上了 这是铁牛 他的情况很不恶观 你让一下 我来试试 看能不能将他就回来 江叔利用后世学的急救知识双手交叉 用力地对着落水的人进行胸口按压 随着他的按压 铁牛猛地咳了几声 同时把肚子里的水都吐了出来 铁牛 你怎么样 现在好些了没 这么晚你怎么不在家 跑到河边干嘛 我 我吃了家里的一个窝窝头 把后娘惹脑了 将我给撵了出来了 石称叔叔 我本来想去我姥姥家的 谁知道一个不小心 掉进了河里 江叔在一旁了解清楚前因后果 看着赵铁牛的眼神中也满是同情 都说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 没娘的孩子就是可怜 走 铁牛 叔叔帮你去讨回公道 没一会儿 几人就到了宋铁牛家 此时宋家的大门紧闭 宋史称上去旷旷砸门 这么晚谁呀 叫人好事 宋铁牛的后娘王贵芬被打断好事 也被气呼吸 气冲冲地跑出去 看看到底谁这么烦人 等开了门 宋大兵才看清楚 来的人是宋史称和宋铁牛 铁牛 你这是咋了 好好的 大半夜你咋弄得浑身是谁 宋大兵 你家铁牛刚才掉河里了 如果我不是恰巧路过 你家铁牛估计已经没命了 你知道不 你个臭小子 你没长眼啊 大半夜怎么会掉进河里 竟知道给我惹事 宋大兵 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你儿子半夜跑了出去 你这个当爹的都不出去找他一下 知道儿子出事了 你居然也一点都不心疼 你真是好样的 说完 宋史称一点也不和宋大兵客气 直接一拳头砸在了他脸上 你既然是个胡托蛋 我就用拳头让你清醒清醒 诶诶 宋史称虽然你是部队里的军官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我要帮帽子 举报你 我要举报你 还要你赔医药费 一听自己男人提到赔钱的事 王贵芬的眸子立刻冒出一股金光 我咋忘了 还得找宋史称额钱呢 不要白不要 宋史称既然打了人 那就必须赔钱才行 你今天要是不赔个五十块 这事我们就跟你没完 举报 你们倒是去举报啊 正好 你们要举报帽子 我也想帮帽子 咱们一起去吧 作为父母 你们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儿子的吗 听说自己儿子差点言死 你这个当爹的也依附无所谓的态度 你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家的家事 和你一个外人有啥关系 宋史称 你别多管闲事 你要是看不惯我们这么做父龙 你就自己拔铁牛领回家仰呗 宋大兵 我说你还是个男人吗 你家什么事都是婆娘做主吗 宋大兵的脸顿时一阵胀红 宋史称这是在赤裸裸的嘲讽 他被老婆骑在头上 不能当家做主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自然不肯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个气管言 把耳朵 你给我闭嘴 见宋大兵突然对他发火 王贵芬顿时吓了一跳 这男人从来都不会说我一句 全怪这个多管闲事的宋史称 气死我了 宋史称 我家婆娘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我们家养孩子就是这样 又没有死他 爱着你什么事了 我这人就喜欢多管闲事 宋大兵 王贵芬 你们以后长点记性 铁牛以后是我招的人了 要是被我发现你们还敢苛待他 见你们一次我揍你们一次 直到你们长记性为止 听到了 也记住了 以后一定不敢对铁牛不好了 见宋大兵乖乖听话了 宋史称又看向了王贵芬 王贵芬吓得身子猛然一颤 宋史称 你想怎样 你一个大男人的 还想对我动手不成 你也好意思 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不嫌丢人吗 我不打好女人 可如果遇上坏女人 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 打坏人是为民除害 一点也不丢人 王贵芬听到宋史称这话 脸色顿时一变 一变去打人 江苏闪身站出来拦住了他 宋史称同志 以你的身份 打这种女人太掉价了 这是交给我吧 我也是女人 我打了她 别人也没法说闲话 说着 江苏快速走到王贵芬跟前 对着王贵芬的脸就来了两下 来 姐姐交给你怎么做人 王贵芬瞬间炸毛 王贵芬平时和生产队的婆娘打架 从来没吃过亏 可惜他今天遇到了江苏 注定要被交做人 没一会儿功夫 王贵芬就败下阵来 本来王贵芬还算整齐的活 片刻间已经被江苏挠成了鸡窝状 看起来狼狈至极 王贵芬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揍得这么惨 又恼又气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怎么样 宋史称同志刚才的话 你记住了没 以后你们再敢欺负铁牛 我们不介意多收拾你们几顿 本来还想嘴硬一下 可是自己嘴在硬 也没有人家的拳头硬啊 王贵芬忙点头硬的 头好好 我知道了 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对待铁牛 铁牛 你记住了 以后你爹娘再敢亏待你 你只管和时辰叔叔说 或者跟这位江苏姐姐说 我们一定帮你出头 他们不管说什么狠话威胁你 你都不要害怕 要勇于反抗 你越是害怕 不敢找人帮你 他们就越变本加厉的折磨你 好 时辰叔叔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按你说的做的 宋史称把这件事妥善解决了 这才离开宋铁牛家 等宋史称和江苏走远了 王贵芬手掐着腰 气呼呼的嚷嚷起来 大兵 那两人是不是神经病啊 闲得但疼管别人家的事 可不就是神经病吗 正常人谁能干出这种事 江苏和宋史称一前一后的离开 他俩并不觉得自己是神经病 就在江苏嘚瑟不已的时候 宋史称目不转睛盯上了他 宋史称同志 你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小江之亲 你受伤的脚怎么突然就好了 完了 刚才打架太枉我了 把这事给忘了 装 你就继续装 小江之亲 我看你刚才做人那几招还挺厉害的 你这是练过 身手不错呀 那个 宋史称同志 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平时我可温柔了 方才是被那两口子给弃着了 嗯 应急反应下 爆发了身体内潜藏的能量 正常情况下 我可没那么彪悍 这丫头的话 是一句都不能信 满嘴跑火车 要说刚才是意识激动 我还能信 可那天在现场 他可是一个人单挑了三个大汉 还都是身手不错的练家子 宋史称同志 方才你为什么要直接对铁牛爹动手啊 万一人家真的举报你咋办 这件事大队长不是没协调过 大队的人都可怜铁牛 知道他过得苦 为此大队长已经上完好说 才说过很多次了 道德层面的批评 对宋大兵两口子而言 根本没有任何震慑力 和这种人讲道理根本讲不通 他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 就是拳头与暴力 没多久 宋史称就送江叔回到了知青点 把人送到了 宋史称转身就走 江叔正打算回屋 突然贴见沈娇娇和宋文斌 也刚刚从外面回来 两人回来后 开始生活做饭 这两个大腕上得还告撒子 让不让人睡焦脸 白铁不挤急干活 腕上都得假扮假电 然后业力休息不好 又迎向第二铁伤拱 只会无限恶心循环 幸亏和齐文斌坏了 要不累成狗的就是我了 沈娇娇拖累别人没事 只要不拖累我就行 齐文斌今天真的累坏了 回来坐了好半天 还气喘吁吁的 眼色很不好看 第二天一早江叔在外面 翘着二郎腿坐着 马建国突然跑过来 马之青有事吗 江之青 你这里有退烧药吗 齐之青昨晚回来就病倒了 今天一早起来 我们发现他的身上很热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 应该是发了高烧 得吃退烧药才行 带我去看看 我略懂一点医术 江叔看着躺在床上的齐文斌 心里笑开了花 但是还是装镇定的把脉 没有多大问题 你们等我一会 我去取个药 随后江叔偷偷来到羊圈 拿着纸抓起一块羊巴巴 迅速跑进屋 直接给齐文斌当作要引服下 小将之青 这是宅 秘方 放心 我保证小齐之青 不出两日就能好起来 街上集里兰花 为报复江叔 把自己儿子送进小黑屋之丑 联合公社的弟弟 利用职权 断了红星生产队的拖拉机 想借拖拉机没问题 但一定要好好惩罚一下江叔 作为大队长 想故意刁难一个小之青 那得简单了 无非就是多给他安排些种活 江叔一个小姑娘 干两天挑大份 铲住室的活 很快就会崩溃掉 之前那件事本就是王大志做的不对 王大志被公安抓去改造 这笔账怎么能寄到江叔头上呢 哼 不答应拉道 红星生产队不仅是这次别想借到拖拉机 往后永远都别想借到了 这消息宋宝田没有往外说 可还是从小到传到了生产队 村里的知青就是墙头草 知道消息后谣言四起 各种猜疑声层出不穷 我就说 鸡蛋碰得过石头 这个小江知青 当初非要招惹王大志干啥 现在好了 王大志的舅舅不肯给咱们生产队不拖拉机 这次修堤坝才能红星生产队 怼出不少人力呢 以后浇公粮的时候更麻烦 是啊 有些事非要较真干嘛呢 那丫头到底是太年轻了 做事不计后果 她还觉得自己牛逼哄哄呢 现在好了 把咱们都连累进去了 那些下乡的知青们 就喜欢折腾秧鹅子 没关事省心吧 墙头草随风倒 有好处的时候一个劲夸你 带来祸患时 一个劲损你 那个王大志做了违法的事 小江之精把他送给公安处置 哪里做错了 这种货还不给关起来 还留在生产队当菩萨公吗 咱们谁不知道王大志坏 但他就是不好招惹啊 人家舅舅随便找个油桶 就不给咱们生产队拨拖拉机 得罪了他有啥好处 现在好了 咱们跟着一起受连累 工粮交得不及时 等年底评选先进集体的时候 咱们生产队肯定是没份了 王大志舅舅公报私仇 故意不不给咱们生产队拖拉机 你们不骂他那个混蛋干部 反倒是怪起了小江之青 还真是柿子砖挑软的你啊 谁敢欺负小江之青 先过我田翠娥这关 田翠娥在生产队是出了名的彪悍不好惹 他这么一嚷嚷 还真没人再敢当他的面说江叔的不是 刚把我儿子送进去 江叔一个没权没势的小知青 还想跟我们斗 等着吧 迟早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剑丫头 给制得服服帖帖 很快这件事自然也传到了江叔耳中 既然王大志的舅舅不肯拖给我们拖拉机 那我就去给生产队借辆货车 陈副是城里机械厂的副主任 听说机械厂是县城最大 效益最好的厂子 我平常维护的关系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江叔找到宋宝田 大队长 公社修堤坝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啊 小江知青 你问这个做什么明天下午 大概需要几天 大概三天 大队长 借不到拖拉机 咱们生产队出一辆货车 可以不 宋宝田愣了一下 拖拉机都没有 还想要货车 要是有货车肯定更好 咱们生产队就一点力都不用出了 而且记得功劳还肯定比其他生产队高 可是哪里弄货车去 大队长 我应该能给咱们红星生产队 借来一辆货车 等我弄来了货车 咱们的队员就不用去修地坝了 都全力以赴去掰玉米 小江知青 货车哪里是那么好弄的 只有县城的那些大厂里才有货车 江叔啊 叔知道你心里着急 想帮生产队解决问题 不过凡事不能勉强 我再去想想办法吧 江叔淡淡地笑了笑 没再和宋宝田多做解释 他准备下午就去县城找陈傅 争取明天上午就让机械厂那边将货车送来 见江叔找宋宝田好像在密谋着什么 李兰花悄悄跟了过来 想偷听这两人在计划什么 没想到一来就听到江叔说要给生产队借货车 有些人吹牛都不打草稿 通垃圾都借不到 还借货车呢 真当货车是地里的烂白菜 说借就借的 这丫头真是越来越狂了 什么牛皮都敢吹 估计是一类之前得了公安送的锦旗 就票了 真把自己当客算了 李兰花故意嚷嚷得很大声 就是想让江叔当众出丑 果不其然 大家在听到李兰花的嚷嚷之后 都朝这边凑了过来 见队员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嘲讽江叔不自量力 李兰花的心情大好 你就这么笃定我借不到货车 要是我借到了呢 李兰花 要不咱们就此时打个赌呗 你敢不敢 我要是能借到货车给咱们生产队救济 到时候你就帮大队挑一个月大份 要是我借不到 我来挑一个月大份 打赌就打赌 谁怕谁啊 好 我借不到 我挑一个月大份 我借到了 你挑一个月大份 再请大队长给咱们做个见证 小江知青 我觉得打赌就算了吧 没必要 大队长 这可不行 赌注是江知青自己开的 我和他已经达成了赌约 咱们做人得讲诚信 说出去的话不能反悔 不是你说让他不赌了 我和他的赌约就作废了 大队长 您就给做个见证吧 我都已经说好了 肯定不能食言 小丫头到底是太年轻 太容易冲动了 他拿小身子骨 让他去挑一个月大份 这不是开玩笑吗 估计两天就要累趴下 既然拦不住 就只能随江书去了 祈祷他自求多福吧 田翠俄氏之后才知晓的这件事 知道以后 也不禁替江书犯愁起来 准备找宋史诚商量商量 这边是宏说费